那时候耶稣显现给十一位门徒对他们说 你们往全世界去 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 信而受洗的必要得救 不信的必被判罪 信的人必有这些奇迹随着他们 因我的名驱逐魔鬼 说新语言 手拿毒蛇 甚至喝了什么致死的毒物 也绝不受害 手按病人可使他痊愈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给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圣保路宗徒规划 我们读经一读了圣保路宗徒原来迫害基督徒 他认为耶稣死了 耶稣讲的那一套都完了 这些门徒们信他有什么用呢 纯粹是歪门邪道 所以他有一天就领兵带队去抓这些基督徒 结果万万没有想到在路上突然有一道光向他照来 那不是手电筒的光 不是汽车的光 突然让他跌倒 那一道光太强烈了 一下子把眼睛都刺瞎了 可以说比太阳的光还厉害 这时候他听到一个声音 说扫路扫路你为什么迫害我 后来我们知道 他进城 自己领了喜 做了耶稣的门徒 一直一辈子最后被杀 直到殉道 到处讲耶稣的名 耶稣活着 我算是遇见了他 本来我是一个他的仇人 是迫害他的人 结果有一天他让我看见了他 我做了他的门徒 他走到哪里都讲到哪里 耶稣活着 今天我们读的福音是 耶稣复活以后给宗徒们说的 你们到全世界去 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 这个福音是什么 就是耶稣活着 你们到哪儿去都要讲这个福音 耶稣活着 活着的耶稣不是一个跟你没有关系的人 他是你的救助 他在每个家庭中活着 他在你心里在你的生活中活着 到哪儿都要告诉人们 不要让他们再痛苦了 不要让他们再感到孤独 因为耶稣活着 这就是福音 信而受洗的 必要得救 不信的 必被判罪 我请你们注意这句话 我再念一遍 耶稣说 你们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 信而受洗的人 必要得救 不信的 必被判罪 在这儿有两件事 信耶稣 灵洗 本来这两件事 应该是有先有后的 先信耶稣 然后加入教会 做他的门徒 如果你不信 神父不会给你灵洗 那孩子灵洗是怎么回事 孩子不会表达 父母在神父面前宣认信仰 你们愿意你们的孩子 接受对耶稣的信仰吗 父母说愿意 他们替孩子 做了对耶稣信仰的选择 所以这两个条件 必须有 而且有先有后 先信耶稣 然后愿意跟随他 做他的门徒 才会得救 不信的是 我们很多是从小灵洗 然后就忘了 信耶稣 耶稣的这两条 信而受洗的要得救 请你们注意 这两件事 信 受洗 我们都是受过洗的 没有问题 但是真的信吗 你说我 我每个主日念经来 每天都念信经 我每天有时间 我每天有时间也会坐会祈祷 事实上这个信 不只是在你来教堂的时候 不只是在早上晚上 在每一件事上 在每一天 你要靠着他 他活着 他虽然没有像显现给圣保路一样 显现给你 我想 在每个人的生活中 你们大概都遇到过他 如果还没有 我敢说 你很难是一个信徒 别看领了喜 不一定是信徒 因为你没有遇到过耶稣 因着你父母 把你带到教堂里 因着你丈夫妻子 结婚的时候 你进了教堂 领了喜 你自己现在信耶稣吗 每天在想耶稣吗 在每件事上 你靠耶稣吗 一个信徒 是相信的门徒 他跟着耶稣走 做每一件事 他知道耶稣陪着他 在他旁边 他可以靠他 像好朋友 像哥哥 像父亲 今天圣保路宗徒悔改 好像跟我们没关系 事实上在弥撒一开始 我就邀请大家 我们祈求悔改的恩徒 悔改不一定是 我有什么毛病 现在我从这个毛病当中走出来 有的人大毛病也没有 那怎么改啊 今天我特别请你们祈求 相信的恩宠 原来圣保路不信 他以为耶稣死了 那是假的 后来他遇到了 相信了 除非遇见 我们不会相信 你的信仰是从父母来的 不是你自己的 如果我们不信 怎么谈得上爱呢 我这段时间出国了 每一次出去 我会抽时间去看几位好朋友 在学习完了 我坐火车几个小时 去看我们的设计师 原来我们不认识 原来我们不认识 就从11年开始设计教堂 后来就成了好朋友 每次去法国 我会多远 提前跟他约 然后去看他 一起吃饭 聊聊天 因为那是我们的恩人 帮助过我们这么多 特别让我感动的 是他们夫妻俩的信德 为什么在今天 我愿意讲信而受洗的 很多人是受洗的 不一定信 我愿意给你们讲这个见证 这两口子四个孩子 这一次我们吃饭的时候 当然好几年了 我就问孩子们的情况 他说感谢天主 像在法国 四五个孩子的不多 而且像我们这么年轻 也就是五十岁 这四个孩子 基本上没什么事了 老大结婚了 不用管了 老二上的是海军学校 今年就毕业 老三上的是陆军学校 刚刚读一年 整个的学费 生活费 家里一分钱都不用逃 还有一个小女孩 现在在读医学 孩子们都大了 而且不用花多少钱 去供他们 他们自己说 这是天主的安排 我们可以说 无忧无虑 在生活中 天主帮着我们 在每件事上 我也知道 他们常常帮天主 帮教会 我们的教堂 毕竟院 还有其他几个教堂 都是免费设计的 在法国一些修会团体 这是他的工作 家里一点都不富裕 家里一点都不富裕 可是如果有需要 你找他 他说好 我帮忙做 一做 向给我们就是 几十个昼夜 那真是白天晚上 都投入到这儿来 多大的工程 有人有钱 就给一些钱 没钱 他就帮助 因为他觉得是教会 帮一个修女院 做完设计 修女们说 我们为你祈祷 她说谢谢你们 我最需要这个 我的生活 我们的生活 天主会安排 你看孩子们 都是国家给掏钱 都在读很好的学校 而且在学校里面 外国跟中国不一样 在学校里都有神父 做这个辅导司舵 做学生们的神师 跟外面不一样 在外面社会上也有 但是社会风气很不好 上网呀 喝酒呀 什么样的都有 但是在军队里面 管得很严 放假就几天 孩子一回来 说神父 爸爸我去毕敬 因为神父 我的神师 安排了一个毕敬 我们要去参加毕敬 本来在家就两周 去了五天参加毕敬 那个信德就在学校里 就长很快 为这方面 一点都不发愁 他自己的工作呢 他们城市 要设计 装修 市长 本来有人 也不知道谁介绍他 那些设计是城群 你像一个城市 不可能只是他自己 按照正常的程序 先是招标 谁来干政府这个项目 结果就有人一介绍 那个市长就说 行你来吧 剩下的问题我解决 谁都没有 招标 没有公开的走程序 在法国是不可能的 他自己就觉得 怎么这样 跳着就 就直接就让我来了 而且没什么 没做什么 给你开工资 因为他 因为他很多 帮这个修会 帮那个团体 在服务 天主就这样安排 非常的感动 他妻子在做什么 六年 每天在医院上班 一个上午 在医院干嘛 照顾病人 去那里服务 他带着一些人 在医院 为病人们 讲道理 帮他们介绍神父 有好多的人 他们 领过洗 没有念过经 从来不进堂 结果在生病了 这里有一个办公室 照顾他们 给他讲耶稣 你要不要见神父 我愿意 请神父来 听听告解 有一对夫妇 52岁 刚去世 在医院 他看到 他帮他介绍神父 办了告解 非常妥当 给他妻子介绍 你去做个毕竟 妻子做完毕竟回来 知道 婚姻盛世的恩宠 我们19年了 两个孩子 就没有行礼 就这样 过了20年 我要跟丈夫行礼 在哪呢 丈夫在病床上 好了 在医院找了一个厅 收拾了一下 丈夫坐在椅子上 妻子穿上婚纱 请神父来 为他们行礼 行礼几个月 丈夫去世了 那一天 孩子正在参加童子军 哇 他们好高兴 回来唱着歌 天主 我什么都不怕 有你什么都不怕 一进门 父亲死了 这时候 孩子 跪下就感恩 一辈子 一个家庭 都没念过经 可是 我说的是 这个设计师的妻子 就这样 你看耶稣说 你们去传福音 他就去传 结果有多少人 开始改变 开始快乐 开始幸福 弟兄姐妹们 信的人才得救 没别人 的 我说这个设计师的妻子 这种设计师的妻子